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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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Ladys and gentlemen 大家好啦 我是墨基哥 這是墨基哥 跟刀鋒合作的第三部影片 那這部影片呢 特別的精彩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 這個對面的陣容 不是很好打 那... 我有問刀鋒有個問題喔 就是呢 如果他選了奎倫 對面這個陣容 他會不會怕 嘖 那果然呢 他說在S場遇到的話呢 他心裡也會剉一下樣子 哈哈 果然刀鋒也是人 他也會怕的 呵呵呵 這場呢 我兌現的是 神力女超人 目前我走凱撒路 還沒遇過 神力 不曉得會打成怎麼樣 所以一開始喔 非常的怕 那我們就先在草叢晃一下 看看神力到底會從哪裡出來 還是不管啦 那我就先開了 感覺他會在中路啦 應該說他想要往中路支援 那我就不管三千二十一 我就先吃我的冰 讓他有壓力 不得不回來這個下路 然後清他的冰 讓他無法支援 趁他在清兵的時候 看看能不能夠 先偷掉這個靈鳥 不過我看是有點難 哎呀 還是給我拿到了 非常的幸運 那我剛剛在搶這個靈鳥的時候呢 開啟了狂熱跟惡技啊 所以呢 可以快速的跟他打一波 打到一些消耗的 算是蠻殘的 相信他應該不敢那麼兇 爬了線上 大膽吃兵 所以現在我可以 站到一個比較 優勢的地位 看是他支援 或者是偷他們的野 都可以 不過 這個時候我看到了 我們的刀方 就在旁邊 所以我看看 回家能不能夠把他騙回來 把他騙出來才對 不過 可能我這個太 這個方法 這個手法 太粗烈了 呵呵 他完全沒有上當 而刀方呢 他也去支援其他路線 那我趁著這個神力呢 打併我的情況下 再將他的血消耗得更低 如果 在這個情況下 沒有 嘖 沒有 就是 打野來幫的話 我想我應該是可以 發育的蠻好的 但很可惜 洛克繞著牛 啊 女生又把我勾回去 天啊 我這根本就不用做了 直接的死掉 那這個時候呢 我跟刀方說啊 我死掉其實是一件好事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當我死掉的時候呢 我才看 看刀鋒在那邊秀全場 呵呵呵 所以對我來說 死呢 不是一件壞事情 能看刀鋒的鷹隻 在場上飄來飄去的 哇 那才叫做享受 好啦那 繼續 肥我們的 啊 沒想到刀鋒 沒想到神力這麼的兇 講成刀鋒 太愛的刀鋒 啊 結果沒想到 蹲 還在那邊蹲 他奶奶的這個 完全的 惡劣啊 太惡劣了 這個 啊 被大貓俠給 嚇死 喔 太痛苦了 這個發育太痛苦了 好了那雖然說現在發育得非常的辛苦 但是 應該想辦法找到出路 就不要 不要肥起來 不要肥起來 打到你媽媽都認不得你 嗯 那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刀鋒在打對面的野的時候呢 被叮了 這個隊友完全不知道狀況啊 他不知道刀鋒竟然是 啊 真正的刀鋒啊 不知道他當何學人野啊 開玩笑啊 打野界的神人啊 這個怎麼可以追他呢 他去哪裡都沒有關係 他一怎麼飄就怎麼飄 不過其實他剛去發育 對面的野區啊 應該說去對面打野啊 打對面的野 是因為 他發育的可能也是有點受阻 再來是搶奪對方的野區的話呢 可以形成就是 讓對面的野更不好發育 想跟他洛克弄你 蠻弄回去的話呢 他少了紅少了藍 其實對洛克來說是蠻傷的 比較不好留住人 所以 好處是蠻多的 那我們的隊友呢 又給奎倫壓力 所以呢 讓他不得不 不上面支援多 但是 效果也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 有的時候真的是 發育為先啊 不要一直打架 那像我下面呢 剛剛被弄了幾次啊 你看有些蠻龜的 在搶 一直零鳥 我發現神力清兵 反正不是很快啊 他剛差點也要 把這個零鳥給搶走 但我現在 惡技狂熱 全開了 收哈 再多一波 盪了一下 非常的糟糕 這個盪真的是很討厭 我的 模擬器呢 最近的狀況不是很好啊 讓他盪盪卡卡 還是有時候 整個螢幕給他跳掉 好像是打的 有點辛苦 像神力 起了心 要在這邊收卡 那我也沒辦法 就 看了一下附近 其實也沒什麼野區 可以侵入的 一個小友看不上眼 那藍又沒了 龍也沒了 所以我現在有點沒事做 有點想去中路支援的 但是 我想說趕快 還是先把 自己的經濟給農起來 比較好 因為我剛前面 發育了兩次 被打死了兩次 現在這個年代 吃個奶長大都這麼奶 難怪這麼多人不想生 我看到 旁邊都有很多人 看看能不能打一波 打一波 不行不行 還是撤了吧 撤了吧 哎呀又多了一個洛克 喔 砰 非常的好 已經爆走了 大包球已經爆走了 他越長越大隻了 真正是靠北靠 那我們的李妮還算 還可以喔 他剛剛 趁了一點機會 點了一下中路塔 消耗一下 我們的藍呢也不錯 捂了一下我們的凱撒路 讓兵線沒有進來 說實在 我覺得藍這個角色呢 真的是 非常雞巴的一個 狗角耶 因為我常常玩打野 那很討厭就是藍 因為藍可以開大 讓我蝙蝠俠的印記呢 無法觸發 不然就是 讓我 插最後一下的時候呢 他就 剛剛發生了一個非常囧的狀況 我想直接繞路過去 結果撞牆了 那藍呢 就是常常可以抵禦一些 致命性的最後一集 賊開大了 然後落跑 這是非常的狗 討厭死 非常討厭 超討厭的前三個法師之地 我現在這一波小團戰呢 打的真的非常的糟糕啊 我們現在爆發一波團戰 藍過來支援呢 打了這個亥牙 然後蘿兒又開始開大 滑了起來 那因為我怕被蘿兒打到真相 再加上 他也要打到真相 我會非常的痛 我扛不住 我沒有大 然後我就先落跑了 但是其實 刀鋒就在附近準備支援啦 那如果我剛剛留下來 不要走太遠 隨時standby的話 我想我剛剛應該可以 讓蘭不要死 然後再打成一個0換2 應該是非常賺的一波啊 這操作跟觀念 重開一次的男生 覺得我自己是個炸 炸 炸 神力這個小硬幣啊 還在那邊 你打不贏我的吧 你打不贏我的吧 跟你鬥了 跟你拚了 好戲 哈哈哈哈 你果然是堵不贏我啊 但是他有大天啊 他把他的血給換回來了 我現在竟然換不贏了 還是退吧 吸個血吸個血 我的優勢呢 就是可以一直吸血 呵呵呵呵 這時候再吸 我的血又快滿囉 我就不信你還有大 大包哥 沒有大 大包哥 沒有大 大包哥 耶 水啦 大包哥沒有大就是好打 給你死 給你死 耶 水啦 從這個時候開始呢 其實我的防禦就慢慢的 有所起色 這時候我強硬的一個點塔 我就不信這個牛可以守住這座塔 在這一波團戰之中喔 算是全場最大的受益者喔 因為終結了洛克 然後又 弄了神力 再吃了一堆的冰 又推了一座塔 所以現在看起來 我真的是可以 一半橫著走了 呵呵呵 看了一下經濟面板 欸 前期雖然說我被他們聯合搞了兩次 死的有點 欺騷 不過 哈哈 給我飛回來啦 現在我的發育呢 可以說是 頭好壯壯 身體四肢都很強健了 可以開始 好好的 橫著走啦 現在我們可以算是 起風喔 整個隊友呢 狀況都慢慢的回來了 中塔呢 也拿掉了 欸我不曉得為什麼 要打這個凱薩 我應該只是想過路一下 借用一下 凱薩那邊的圍牆 用一下 用一下 他人 他人這個 蠻小氣的 過路一下都要打人 很生氣啊 他脾氣不是很好 現在 趁著中路 給他們壓力的時候呢 我也想把這個下路給偷掉 不過在重看的時候呢 我發現 我 是不是應該去支援團戰啊 因為 我們的隊友呢 已經 滅光啦 只剩我一個人 所以我剛剛的選擇 應該是 有點笨的吧 我沒有畫面轉過去 其實已經是一個不對的選擇了 那現在呢 欸我又做了一個 重大的錯誤決定 我貪吃了這條古龍啊 因為其實他們已經壓到我們的 中塔下了 他們剛剛應該是知道我在弄下路 所以 沒有辦法那麼快趕回來中路 所以他們很快的就來偷了這個 這個中塔 所以如果我剛剛來支援的話呢 中塔應該不至於掉 因為我可以跟他們硬扛 那現在 我 爭取了一下時間 讓隊友趕快出來 不過 就算我沒有弄的話 中塔應該也不至於掉了 就是我沒有去爭取時間的話 中塔應該也不至於掉 所以我的貢獻呢 還是沒有那麼偉大 我把自己講得太誤到 好了 現在 我不敢再隨意的分推了 跟隊友盡量走一起 那這個蘿兒呢 又滑起來了 不過呢 不是只有你威啊 老子現在也橫著走啦 你是完全無法 直接把我給秒掉的 那現在呢 我注意到了我們下塔 又有難了 他們又來搞 偷拆了 那這次我學乖啦 我絕對不會在那笨的 所以呢 我趕快把這個兵給清掉 讓我的下塔 壓力不會那麼大 順便呢 再濃一下下 這一個手套出來 基本上呢 我已經可以算是 尾神一般的 後排惡夢啦 等一下如果我直接去切後排的話呢 會給他們造成一個非常巨大的壓力喔 因為我切後排的能力 攻擊力喔 那生存能力也有 那再來就是 直接一個免控 那配合奎倫 如果他跟上的話呢 如果 我 我的管理沒有太差 跟上他的話呢 一起 突進 我剛剛有一個突進 沒有抓到人 不過還是把他留下來 反正如果跟奎倫一起 發動攻擊的話 哇 那對面的後排絕對是蒸發了 絕對是蒸發了 那現在 不管那邊 靠北我真的是87 這個我常常很討厭 角色在那邊扭耶 我剛剛想要把那個炮車給點掉 但是他在那邊扭 好啦 反正就是我剛剛決定喔 趁著他們在打的時候呢 我去偷拆 我偷拆能力這麼強 這時候絕對不能浪費 對我剛剛耗住 那我就趕快偷拆 果然 兩座塔給我拆了 打出一個 非常好的破口 看看能不能夠一次把這個塔給點掉 那有機會嗎 有機會嗎 又在這邊扭了 大包哥又出來跟我鬥了 開玩笑 這時候我手套啊 把你打回你的溫泉 欸 你怎麼又有復活甲 欸 沒有關係 基本上這個時候呢 真的是 非常舒適了 現在對我來說非常的舒適了 我現在大概只怕亥犽 那 那洛克這個免空 跟我一樣同樣是免空 看看究竟誰比較能夠撐到最後 欸 呦 差點又死掉了 有的時候拆塔會太心急了 所以會變成太早進場 太想拆塔了 你們知道嗎 看到塔就想看到 嘖 這個 欸 非常青春的 肉體 青春的肉體 非常的渴望 得到它 呵呵 我就說那個塔 把它給拿下來 好 這個時候已經把對面的野區掠奪完畢了 那也吸了不少血回來 感覺可以再打一番了 那看了一下場上的狀況 欸 不是很好搞啊 那個 討厭的牛在那邊搞來搞去的 我 不是很好 去發揮 所以呢 決定跟 刀鋒一起把這個凱撒先拿下 我們穩扎穩打 現在風已經 在我們這邊啦 吹得很大啦 現在 風向對我們來說是 18級順風 呵呵 風拼命的吹 找個好時機進場 但是我有點太慢 我剛剛應該直接開大進去開多了 所以重開了一次 剛剛直接進去的話 我們可以保住一些隊友 然後呢 再帶掉很多的人 哎呀 被斬殺掉了 可惜阿 可惜阿 沒有關係 現在他們也 狀態很差 奎倫不愧是刀鋒玩的 這麼小 直接帶走兩個人 ENDINGTABA 嗚呼呼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 這一場逆轉勝的影片 非常開心能夠跟刀鋒一起完成這一個 逆風場 很開心 套刀鋒的一句名言 逆風場打贏才特別爽 呵呵 我覺得這一個正面的想法 真的很棒 希望大家呢可以去多多的訂閱 只會玩刀鋒 他真的是非常棒 墨鏡哥很欣賞的一個實況主 跟非常頂尖的 傳說對決玩家 好了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了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墨鏡哥的Youtube頻道 還有 只會玩刀鋒的Youtube頻道 阿對還要打開鈴鐺 才會收到下集影片通知喔 墨鏡哥每天的大福音訊 那我們就明天就這樣啦 See you tomorrow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